哈喽 大家好 我晚上买了两个养殖斧筒 这两个斧筒可以用来做一个小船 因为我家鱼塘没有一个小船很不方便 所以打算用这两个斧筒给它做一下 这两个东西好贵 花了我67块钱买回来的 一个都要30多块钱 现在准备了一些木板 还有切割机 看一下怎么做它 把它做漂亮一点 能扶起来就可以 我是打算这样做的 这两个放在这旁边 然后上面搭上木板 搭上木板的话 这个木板切短一点 然后再对半切小一点 它的重量就不会那么重 我都怀疑这两个斧筒 能不能扶起我一个人 加上这些木板 如果扶不起来的话 我再加一些瓶子上去 增加它的浮力 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木板切短一点 量一下看看尺寸要多大 嗯 差不多就这样 然后旁边再加了 用刀把它劈开 就这样就好了啊 然后旁边的把它固定一下 就OK 不要踩皮皮 我可以过桥呢 走开走开 好 这个拿起来有十几斤的 然后把它反过来 把这个泡沫套在这上去 现在把它绑起来 拿铁线吧 铁线久了之后又会生锈 生锈的话 我准备拿那个有皮的铁线把它再绑一层 这样就比较好一点 差不多啊 已经固定好了 希望它能扶得起来 如果扶不起来的话 不是扶得起来 如果能站上去 会沉下去的话 还要再买一个 等一下我拿过去试一下吧 到水里试一下 现在拿到铁线 丢下去试一试啊 希望它能撑得起我就可以 还可以啊 还可以走啊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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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完了 到这边呢 这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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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不会翻就可以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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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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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不会翻就翻了吧 还得要改进一下哈 这个很容易掉下去的 踩到旁边之后 整个人就翻下去 我衣服都湿了 掉到鱼旁边 今天视频就录到这里吧 我看一下怎么改进之后 再来再来用哈